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点击订阅加关注 每天为您分享健康知识,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每天睡前喝一碗洋葱熟水 六件好事可能会不请自来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物美价廉的洋葱常常被我们忽略 然而,洋葱对我们的健康却有着较大贡献 别看洋葱的味道难闻 但是不论凉拌或者是炒着吃,营养价值都很高 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 并且洋葱不含脂肪,其精油中含有降低胆固醇的含量 洋葱除了能够生吃、炒菜之外 这个时候推荐一个新吃法 洋葱煮水喝,不论男女,每天睡前喝上一碗 很多疾病都会远离你 洋葱煮水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洋葱所含的营养成分有哪些? 洋葱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不仅含有钾、维C、叶酸、鲜、锡、以及一些纤维素 它更有两种非常特殊的物质 叫胡皮素和前列腺素A 这两种特殊的营养成分 令这个洋葱具有其他食物不可替代的一些保健功效 喝洋葱水的好处一 排毒养颜 每个女性朋友对待自己容貌都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如果身体内堆积大量的毒素和垃圾 就会影响到皮肤的新陈代谢 也会加速女人衰老 女性朋友每天晚上睡前用洋葱煮水 能够有利于帮助活血化瘀 排出身体中的毒素和垃圾 起到很好的排毒养颜效果 坚持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细腻 整个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漂亮 二、稳定血压 洋葱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可谓是福音了 因为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A 这种物质可以扩充血管 稀释血液粘稠度 达到降压目的 所以建议高血压患者 每天可以在睡前喝一碗洋葱煮水 这样可以促进身体内纳炎的排出 对于血压稳定有一定帮助 三、治疗消化不良 洋葱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对胃和肠道 其他消化道 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 同时又可以调节脾胃健康 改善消化动力 这样可以增进食欲 让人们饭量大增 这些动物实验也研究表明 洋葱能够提高日常消化能力 促进胃肠蠕动 也可以加快食物消化吸收 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脾开胃的效果 四、促进睡眠 若每天坚持喝一碗洋葱煮水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促进睡眠质量的提高 洋葱里面含有一种成分 可以有效地镇定神经 从而起到一定的安神助眠的效果 所以经常失眠多梦 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 通常喝上一碗洋葱煮水 可以起到一个不错的缓解效果 与此同时 还可以让睡眠质量越来越好 四、曲痰利尿 洋葱内含有一种糊皮酥的成分 这种成分在进入身体之后 可以在人体内黄酮醇的诱导下 可以形成一种配糖体 而这种配糖体是要用的 因此它具有利尿作用 对于那些有水肿和肾炎的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来调理自身身体 而且洋葱内含有植物杀菌素 这种杀菌素可以帮助我们化痰、驱痰 第六、抗癌、防癌 洋葱中含有硫心酸 被人体吸收后 可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发育 具有防癌、抗癌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中 洋葱煮水好处特别多 那么洋葱煮水要怎么煮 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呢? 二、洋葱水的做法 首先我们需要将洋葱清洗干净 切成小片 然后锅中加入洋葱五倍的水分 把洋葱煮至二十分钟 煮到洋葱软烂 颜色透明状 这时候利用筛网把洋葱过滤出来 这样一碗营养价值高的洋葱水 就完成了 您不妨尝试一下 每天睡前喝上一杯 营养价值特别高 还可以防病 操作也特别简单 三、洋葱的三个黄金搭档 你知道几个呢? 第一个、红薯叶 红薯叶被外国人称为长寿菜 可见被我们讨厌的红薯叶的好处 是多么多呀 常吃红薯叶能够预防癌症 同时促进肠胃蠕动 减少发生便秘 同时还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二、番茄 番茄中同样富含许多对心血管健康 非常有益的物质 如番茄红素、维生素C、钾等 把它和洋葱搭配在一起 在控制血压、辅助降压、减少血栓形成方面 效果特别好 更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 提升人体免疫力 三、大蒜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都会放入一些大蒜来调味 不仅洋葱是抗癌能熟 大蒜也有很好的抗癌作用 把它们两者一起搭配起来 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可以保护心血管 预防癌症 大蒜和洋葱一起同时 有很好的养生保健作用 洋葱虽好 但是三类人不能吃洋葱 第一、胃肠疾病患者 如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因胃肠保护性屏障 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一般胃酸水平较高 食用洋葱可能对胃肠黏膜产生刺激 从而加重胃肠不适感 甚至会导致腹泻、腹痛 二、皮肤病患者 皮肤病患者也应该少吃洋葱 因为皮肤病患者应该注意做好饮食护理 少吃辛辣刺激食物 多吃清淡食物 否则更容易造成皮肤刺激 加重皮肤炎症 而洋葱就属于辛辣刺激性食物 而且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 所以皮肤病患者要少吃洋葱 三、肾脏功能不太好的人 肾脏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 可以把身体中的代谢废物过滤出来 以尿液形式排出体外 如果日常生活中大量吃洋葱 可能会对肾脏造成一定负担 以上三类人尽量还是要少吃洋葱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怎么挑选洋葱呢? 紫皮和白皮的洋葱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口感不同 白皮洋葱肉质柔嫩 呈白色 呈圆球形或扁圆球形 组织内含有大量水分 口感较脆 吃起来比较鲜嫩 味道比较甜 而紫皮洋葱肉质比较薄 呈微红色 含水量没有白皮洋葱那么多 但口感还是比较脆的 而且味道微甜 并且偏辣一些 黄色洋葱介于二者之间 二、成分不同 白皮洋葱和紫皮洋葱 虽然品种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组成成分 却也有很大的不同 白皮洋葱含有部分维生素和胡萝卜素 紫皮洋葱则含有较多的花青素 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购买 三、保存时间也是不同的 买过洋葱的人都知道 一般紫皮洋葱都会比白皮洋葱价格更高 这是因为白皮洋葱比紫皮洋葱更好保存 而且时间更长 我们买洋葱的时候 一定要买带皮的 因为有表皮保护的洋葱里面 水分更俗 总体来说 白皮洋葱肉质柔嫩 水分高 辣度也低 营养比不上紫皮的洋葱 跟紫皮洋葱相比 储存时间也比较短 紫皮洋葱肉质脆爽 辣味浓 比较好储存 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花青素含量也特别高 所以在日常选择中 我们可以多选择一些紫皮洋葱来食用 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以上就是为大家分享的 关于洋葱的一些知识 以及它的食用方法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加关注 每天会分享养生知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